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翔 說到全螢幕手機始祖 就不得不說 Sharp 這個品牌 而 Sharp 也在去年 8 月的時候 發表一款具備美人間螢幕的 Aquas S2 出達全螢幕以及雙主鏡頭設計 而現在後繼機的Aquas S3 也背流出許多疊噪 首先就讓我們看看 S3 被洩漏的一些規格 看到正面的部分 A31 就維持圓潤的邊角設計 但螢幕的部分 很有可能取消美人間設計 如果將疊照調亮 可以看到前鏡頭不再置於中壓 另外彷彿可以看到聽筒 加上移除掉實體首頁鍵 所以推測很可能是採用 類似三星 S8 的方案 以縮窄上下邊框的方式 並採用比例較長的螢幕 讓整體設計達到對稱的美感 另外也可加大整個螢幕尺寸 再來看到背面可以發現到 基本上主鏡頭、閃光燈、Logo 的位置 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主鏡頭突起的幅度似乎高了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是 在閃光燈的右側 則是多出指紋辨識器 而這也是外型上較大的改變之一 再來看到一些被洩漏的規格 螢幕部分相較於 S2 的 5.5 吋 S3 將會加大到 5.99 吋 並改用較長的 18 比 9 比例 也因此在解析度的數值上 稍微不太一樣 但同樣都是屬於 Full HD 螢幕 材質的部分預計延續 IPS 其餘則擁有廣色域、廣視角技術 以及具備陽光屏 接著看到主相機 S3 同樣採用雙鏡頭設計 主鏡頭一樣維持在 1200W 雖然其他技術上還沒有任何消息 但預計會採用 1.4 微米大像素 以及具備 Dual Pixel 雙核對焦技術 並搭載雙攝溫閃光燈 至於第二顆鏡頭 畫素則會提升到 1300 萬 並可以透過雙鏡頭設計 以硬體搭配軟體的演算 進而後製出更加自然的前景深效果 而在拍攝時 也可以自行調整景深的極段 再來看到前相機 S3 將會提升到 1600 萬畫素 其餘方面同樣具備美顏模式 並可以針對美顏程度做調整 最後說到重要的硬體配置 S3 同樣會分成標準版 以及高配版 作用系統預計會採用 Android 7.1.1 而所搭載的處理器則沒有改變 依照版本一樣採用高通的 S630 以及 S660 這兩顆都是去年所發表的中階處理器 以效能來看 S660 比起 S630 好上許多 不過基本上兩者對於一般使用都相當足夠 像是上上網、看影片都沒有問題 也能玩 3D 大型遊戲 不過如果想要玩得更順暢 兩者之間建議選擇 S660 至於其他硬體部分 S3 與 S2 沒有太大的差別 依照標準高配的版本來看 分別搭載 4GB 記憶體 64GB 儲存空間 以及 6GB 記憶體 128GB 儲存空間 至於電量上則是稍微增加一些 同樣也支援 QC 3.0 快充 目前 S3 已經通過 NCC 認證 也確定會在 1 月 16 號發表 到時候再為大家整理出更精確的內容 而以上就是關於 Sharp Aquas S3 的最新消息 看完影片介紹後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趕緊在下方發表你的看法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 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喔!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